Hello,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讲到如何做好应用商店ASO优化之关键词的选择 以及ASO优化的原理和方式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看一下ASO优化的一些黑科技 以及解密安卓ASO优化 那么本节课的目标便是了解关于ASO优化的三个黑科技 以及了解小米应用商店ASO优化技巧 首先我们来看APP指导的快速审核 也就是第一个黑科技 那么在早些时候 关于是否可以通过快速审核来使得产品快速上线 一直在行业名是众说蜂拥 直到16年的上半年才有圈里的一些朋友慢慢爆出来 确有此事 并且只要通过苹果的快速审核后台来就可以进行申请 那这一点然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帮助了很多公司 节约了大笔的推广费用 因为据我所知在早些的时候 这项服务是渠道来代理的 他们通过这项服务每一笔 每一次申请 然后都可以收取3000到6000元不等的费用 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通过底部 访问底部这个网址 然后就可以来进行自己申请 在选择要求加快应用程序审查之后 我们可以在底部看到一个描述 然后选择相应的原因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就是 然后因为一个活动 然后要通过快速审核这个通道 使得产品上线 那赶快的推进 但是这个时候我是不建议选择这个活动的理由的 因为如果说你做一个活动 对苹果来说是没有太大的价值的 因为同一时间申请活动的产品也许有很多 它并没有很强的必要性 必要给你通过 除非说你这个活动很应景 比如说是圣诞节活动或者新年活动 你提前做了申请 多数情况下 产品的更新都会修复一些bug 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可以写成因为发现了产品的专大bug 影响到了用户的使用体验 需要及时上线来解决问题 那么此时苹果就会站在用户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通过的可能性也就会变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你要写清楚 你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个bug 然后把解决的过程有条例的写清楚 在申请快速审核之后 如果因为一些问题被拒绝上架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来通过 直接来修改这些问题 那么修改完之后 也没有必要来重新申请快速审核 苹果官方会再次自动的把产品放入快速审核通道 那么正常情况下可以实现一个48小时之内的上线 那这样就节约了一个大笔的时间 第二个黑科技是APVS的开发者后台 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个黑科技 只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在今年的4月18号 苹果公司更新了这个开发者后台 因为你考虑到APVS的在上面的音乐现金超过150万块 然后呢苹果此次更新推出了很多的官方性指导内容 在这里重点给大家分享两点 第一个是关于风发这个入口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进入风发这个页面 有很多官方性的指导 然后呢从途中我们可以看出苹果的目的是 想要提高开发者的一些业务水平 从账户设置 然后APP的风发指南以及审核等等 都会系统的帮大家进行梳理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官方指南 每一个入口下面都有详细的功能介绍和文档介绍 对APP死到及营销不了解的小伙伴 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官方指南来快速上手 第二是开发者洞察 考虑到开发者推广越来越艰难 苹果在新闻与更新板块推出了一个 关于苹果开发者分享他们如何在APP死到成功的经验教训 比如说音像笔记就发布了一段视频具体的分享了自家在日本 如何快速实现本地化的一些秘据 那么这些优质的分享内容相信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好的启发 那么希望也希望苹果官方能够这样的指导性内容 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完善 第三个黑科技便是APP死到的本地化语言设置 大家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张图的四款产品和关键词覆盖量都已经过万 然后最高的已经达到16800多 但是实际上在APP死到开发者后台 一款应用最多只可以设置100个字符的关键词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那这个就要归功于本地化语言的设置 同样本地化语言设置也是在今年才被大家公开讨论和应用 在早期还是属于渠道用于盈利的一种手段 那么其实并没有一些特别神奇的地方 只是正常的产品分析之后 打包构建完成之后 我们只需要在简体中文下面点击一个加号 后选择添加另外一种语言并上传对应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这里包括产品的名称 关键词 产品应用截图 产品的描述 主要语言 类别等 那么这些资料中我们刚才就有讲到关键词 那么新的100个字符的关键词 通过添加更多的本地化语言 那么就可以相应的增加更多的关键词覆盖 以此来达到一些更多的关键词覆盖 那么在中国地区已经验证的有效本地化语言 都支持简体中文 英文英国 英文美国 英文澳大利亚 在英文地区下已验证的有效本地化语言有 英文加拿大 西班牙文 西班牙 那么 虽然在ASO圈内大家都一直在追求更多的关键词覆盖 但是想要找到符合前面关键词挑选标准的词其实是很少的 在提高关键词覆盖量的同时更要提高关键词有效的关键词覆盖 比如说这个关键词是搜索之后产品排在前三名 那只有这样一个覆盖才能够实现一个有效的下载转化 证明ASO优化的成效是有用的 接下来分享一下关于详语ASO优化跟一些技巧 我们可以看通过这张图片可以看到 然后 详语应商店也是提供了 应用名称 那么应用名称这个时候是可以加一些副标题的 还有100个字符的关键词 还有一句话简介以及应用介绍 详语后台可以提交关键词 大约是100个字符 那么每个关键词之间 然后是要用空格来进行分离 关键词就有一定的权重 并且可以进行优化 然后优化的方式 然后和下面会讲到 我们都知道 应用商店的排名因素主要受的是自然量的激活影响 以及关键词的覆盖 关键词有效的关键词的覆盖的目的便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下载 那么下面讲一下它的整体优化的流程 第一步和苹果一样是先选词 选词的标准就是热度和匹配度 开始的时候以这两个基种来进行来选词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词不够的话 可以加入一些竞品的关键词 这个时候关于选词的话 然后有一个小提示 就是说你可以来设想目标用户会搜怎样的词来进行下载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关键词可以显得很无知 就是很简单 比如说社交类产品 用户是想不到搜索社交这个关键词来进行下载的 它有可能会搜聊天交友约泡等这样的关键词 另外我们的手机上大多数人都会使用sogo输入法 但是而且它本身也会收录一些高热度的词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手机打字来试一试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一小不到的词 第二点是换词 通过审核之后 我们要搜索设置的关键词 并记录搜索结果排名 搜索结果没有返回一些我们的产品的一些词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替换 那么第三点和换词的周期 因为在小米的应用市场 换词是不需要进行版本迭代的 那么每周就可以进行一次 实现一个小步快保快速迭代的一个过程 争取更多的覆盖度 以及更高的排名的关键词 这里面有一些提示 然后呢前期优化的词所带来的效果 并不是立端见影的 然后因为小米市场的整体 机面是偏简洁 然后所以大部分的流量 它其实是来自于分类下面的排名 那么自然排名 受一个自然量的影响 自然量 也就是说真实的量越多 那么排名的上升速度越快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 进行一些评论和一些假量的操作 也可以提高一些相应的权重 但是后期的话 我建议减少一些假量 加一些增量来带动整体的权重 然后这里顺便再提一下 就是应用描述的权重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想尝试的话 可以建议满足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包括应用描述里面 包括你所提交的关键词 然后这个关键词要求是有返回结果的 第三点就是 应用描述上面要覆盖一些 高热度的词 整体来说就是整个关键词的更新替换 因为没有需要版本的发布 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实现一个 快速迭代 而且前面讲应用商店的 整体推广流程的时候 有讲到数据记录和数据分析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 记录每一个版本的关键词的排名 然后不断去迭代优化 实现更多的复杆 以及更靠前的排名 这样会增加整个产品的一些曝光 从而达到一些下载 好 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 好 Apps的快速选核是可以自己来申请的 然后第二个 关键词的高覆盖数量 其实是来源于本地化语言的设置 那么今天的作业 便是尝试使用快速选核通道 帮助产品实现48小时内的快速上限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